不是你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是X4 新冠军 拿到自己的那个角色 这是一个这样的兴趣 兴奋很激动 能去演到民事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当时去拍了一个杂志方面嘛 然后是杂志方面 下一个所有的朋友 喜欢还有微博刷屏吧 最高兴的有感觉到自己红了吗 不会觉得说自己红了这个词吧 就是自己拍摄的东西 然后大家很喜欢 是一个就很很开心吧 很欣慰 我也是欣慰 所写的这个角色 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我和道明是很像的地方 是我跟他 其实都是一个很幼稚的大男孩 有时候任性起来 嚣张把握那种感觉 还和他挺像的 我像的地方就可能是 我没有他那么勇敢的去追求 一件他自己想的 会不会感情那么愤不顾身 所以是现场中的感情 他可能会害羞一点 不能说是愤不顾身吧 就是我觉得生活中和戏剧上 还是会有差别的 生活中可能我喜欢一个女孩 我不可能像戏剧里面那种 用生命用什么去证明那种东西 但是其实在生活中 如果我要喜欢的女孩 可能会给一个自己 一个心理建设的一个过程 然后再组织追求吧 你是不是有一个霸道总台 霸道总台算不上 但是就可能会稍微霸道一点吧 我给你一个沈岳 这些拍戏的话 是一个想要感受吗 我觉得沈岳特别的敬业 然后和他一起配合很多对手戏 我觉得拍摄的非常愉快 他作为一个女生 然后一些很艰苦的戏他也不扭捏 然后就直接上 其实有蛮多时候会鼓励到我的这种东西 我看你好像是有一次拍 我其实拍的超多次 NG的超多次 也没有超多次吧 就可能没有达到导演要的效果 就我们两个人可能会有点尴尬一点 或者怎样 到后来就进入状态了 过后其实当时那一吻 是盗明是在吻山菜了 有没有心动的感觉 没有我觉得作为专业的演员 我觉得在戏里面和戏外是要分开的 我和你跟沈岳之下的关系怎么样 挺哥们的那种 然后大家没事热个身 摔个家打个架什么的 就跟男孩之间的那种交流 可能就我不太会跟女生相处 就跟女生相处的模式 也是跟男生相处模式 然后把沈岳就带到那种氛围当中来了吧 那现场就会喜欢沈岳这样吗 也有就是和沈岳像的点 但也有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可能我会喜欢一种比较个性一点 比较酷的 但沈岳喜欢那种宁家小妹妹的那种一点 很直接这一点 其实沈岳和我喜欢的女生还是蛮相处的 那想说对我很多粉丝嘛 就是粉丝有没有做一些让你们感动的事情 我觉得他们会给我写写信 我会读他们信的时候就看每个字迹 好像都觉得挺可爱的吧 有的字写的挺好看 有的字写的挺丑的 其实还有就是他们就是不远望你的过来 就是对于我们的一种支持吧 他们一再惨 然后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可能 就是有感觉有人在支持你 然后就会很软心 现在会不会就走到街上会的人认识 或者整个各种阶级这样 机场会比较多一点 但街上其实还好 我想对他们说下次别来了吧 太浪费他们的精力了 我觉得 很希望大家多休息 然后来看我们的节目就好了 大家走红了以后就是心态 或者胸膊上就很变化 你又觉得自己走红了吗 真的就是谈不上自己走红吧 我是觉得现在工作会很多了 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没有什么私生活